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嗨 大家好 我是雅芸 今天的影片是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快速的一個冬季的GoTo眼妝 那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兩款 一個是適合學生的 上課啊 然後去上學啊 都非常日常像我現在臉上的這個妝容 那第二個妝呢 就是適合上班族已經出社會的 需要開會啦 然後需要見到同事的一個上班的妝容 那我要來搭配使用的眼影呢 就是addiction他們家的單顆眼影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他們的單顆眼影好多 超級無敵多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蛤 那假如我要買我真的不知道要入手哪一個顏色 所以我今天除了眼妝教學以外呢 我想來跟大家分享的顏色呢 都是我自己精心挑選我要推薦的addiction他們的顏色 這幾個顏色都超級無敵的 然後我選完之後呢 我就來搭配做了兩個眼妝 就是剛才提到的 所以我會做一個示範刷色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色號 那假如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 好的那第一個妝容呢 我想走的是比較學生風一些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一個指法 然後我現在打底呢都已經做好了 我就是用一個氣墊 然後把眉毛也都畫好 那我們直接從眼影開始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我要先使用這個35號的顏色 這款顏色呢它其實是有帶一點粉紅色的珠光 所以它在顏色上面的呈現其實不是這麼的重 所以我覺得假如要使用它的話呢 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把它做為打亮 另外一種就是做為一種打底 看你自己平常的喜好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做打亮加打底 一開始我先壓在這個眼頭 就是做一個打 眼頭打亮 你看它這個粉紅色非常無敵的閃 然後就是帶有一種粉紅色光感的那個顏色在裡面 好的那同樣35號的顏色呢 我現在要把它就是一片這樣刷過來 可是我不會刷的位置太高 我主要還是刷在雙眼皮折內 主要是希望給眼睛上面有一個光澤感 好現在你可以看到雖然我一樣都是它35號色 可是你看我疊淡層的薄刷跟濃疊的這個妝效效果就完全不一樣 好接著呢我要使用這個79號 這個顏色的話呢就是帶有一點點光澤感 它沒有大亮片 剛才第一顆35號才是那種大亮片的 這個79號呢就是一個帶有一點點光澤感的這款玫瑰色 可是它的玫瑰又是帶粉紅的 就是不是很深的那種 好的那我們從中部開始疊加 然後一樣就是壓在剛才上珠光的地方 好的那這個79號色一樣要上到這個下眼影的位置 就是整條給它這樣子上過來 我今天其實完全沒有打光 而且今天外面是陰天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光線這麼的亮 那最後一個顏色呢我要使用的是85號的顏色 這款顏色就真的相對深很多 就是我的顏色條件 剛剛前面兩個顏色比較淡 這個顏色就真的深很多 那這款的話呢它其實也是就是帶有一點折光 但它不是那種大亮粉的 這款顏色呢我覺得也是可以堆疊的 然後你淡擦的話呢顏色就稍微淺一點 然後可以深擦到我覺得就是有一種 葡萄酒紅酒色那種 那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學生的妝容 所以我建議大家用量就是一次線不要太多 先沾一點之後沾在衛生紙上 然後我就要壓在 後眼尾的部分 好漂亮的顏色我滿 這三個combo搭在一起真的超級無敵漂亮 然後剩一點點擦到後眼尾 好接著再拿一個乾淨的刷子 就是稍微把邊界給揉合一下 好的那這樣子我的妝容就完成了 因為我這個其實是一個粉色帶有一點紫色感覺的 所以可以像我今天這樣搭配就是 比如說紅色一點的妝容 剩下的腮紅跟口紅就可以了 或者是假如你想上學你覺得也OK 你可以搭配一些紫色系的都可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妝容呢 真的是可以適合一到五去上學擦 然後我就只有刷睫毛膏耶 我沒有擦任何眼線 就是單純靠眼影就可以做到這樣子的效果 眼影然後睫毛膏就這樣子 那這樣子這個日常的妝容 學生版的就完成囉 好的那第二個look呢 是專門for上班族的 就是給大家可以開會啊 然後給同事看啊 給老闆看 看起來就是非常清新 但是感覺又很俐落乾淨的妝容 那首先第一個顏色呢 我要先使用的是這個31號顏色 這個呢其實是帶一點 有點像是珊瑚橘色的打底色 因為我這次要上班的這個妝容 是比較偏向咖啡金色橘色這類型的 那為什麼會特地選這個顏色呢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通常大家會覺得說 喔 打底色就是金色咖啡色 可是有的時候 金色跟咖啡色 擦在某一些人身上 或者是顏色不對 或者是沒有擦選對質地的話呢 其實有時候會看起來好像擦起來髒髒的 所以我覺得假如有另外一個選擇的話呢 你可以把金色選成像是這種 帶一點珊瑚這種 還是有金色調感覺在的 可是是帶有一點橘色咖啡色 細在裡面的 我覺得擦上的感覺會更加的溫柔 跟感覺更加的親切 總結就是千合約會千成 懂嗎 好 那我就沾在手上 然後我要大面積的就是塗在整個眼窩 然後你擦完一層 覺得顏色還可以再堆的話 你就可以再進去再抹第二層 然後一樣的再擦在整個眼窩的部分 那第二個顏色呢 我要選用的是一個咖啡色 這個咖啡色的顏色呢 是73號 那這款咖啡色呢 為什麼會選擇 它其實非常的濃烈 有沒有 非常濃烈 所以我建議下手 假如你想要很淡很淡的話呢 盡量輕一些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顏色 是因為它這個顏色呢 是我覺得非常標準的可可棕色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那麼喜歡使用冷色系的咖啡色 因為主要我都比較喜歡擦一些暖色調的顏色 所以我會選擇在咖啡色眼妝上面使用的選擇 這種可可色是非常百搭的 好 那我們就使用一點點的量呢 拍在尾端 你看我這樣輕拍就已經有點顏色了 所以我建議這個咖啡色真的不要下手太重 同樣一個顏色壓在前端 可是不要太大 不要太多 就一點點像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一點點就好 然後再拿出一個乾淨的刷具 稍微把邊界給揉合一下 那其實我現在這樣畫兩個眼影呢 我覺得這個妝容就已經非常的簡單完整 你可以夾一個睫毛膏 不是就刷一個睫毛膏 畫一個眼線基本上就OK了 因為我覺得上班跟上課的妝容 有非常不一樣的一個重點就是 上班的妝容呢 我覺得要更加的簡單跟乾淨 因為你是要去幫人家做事情的 你是要真的幹活的 所以你要看起來更加的專業跟感覺的更加的簡單 但學生時代我覺得可以有點亮亮的 有點珠光 感覺更加的可愛年輕 然後覺得自己很漂亮 愛美的那種階段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樣兩個顏色呢 就可以完成了這樣子的一個妝容 但是 因為我本身還是喜歡小亮亮的東西 所以我還是要來推薦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超美的 這個是92號 這個的話呢我覺得就是你可以option 看你公司能不能接受 就是它超閃 可是它真的很漂亮 它是那個有一點帶 有點像是那種 敷咖啡色的色調在裡面 然後只是它的珠光是銀色的 雖然我沒有那麼喜歡銀色的沒有錯 大家應該都知道 可是這個閃片真的太美了 它真的很漂亮 假如你本身不想太高調的話呢 還是只能低調上班的話呢 那你就用這兩個顏色就非常好看了 那我今天就是要你知道 我是浮誇派的 我要加一點點這個 然後我要壓在 就是下眼影的位置 因為這個亮片呢 它是可以堆疊到超級無敵上 或者是你可以像我一樣用手指頭上 就是有一種淡淡的珠光這樣子 好的 那這樣子這個上班的妝容呢 就完成了 我就是刷上那個上下睫毛 因為我剛才下睫毛的部分這邊呢 沒有刷上任何的深色的眼影嘛 我只有擦那個珠光款的這個九色 十二號眼影 所以等於說下睫毛的部分 我就是刷上睫毛膏 然後也沒有擦任何眼線 因為我今天想要就是用眼影的方式 就是完全不需要畫任何眼線 帶出眼睛的深邃感這樣子 那剛才我講到上班 我覺得應該要再更加乾淨跟俐落 所以腮紅的部分我就沒有上 你可以自己上一些修容或什麼的 但是當然我今天就覺得 還是以乾淨簡單為主 然後就擦上一個帶有橘色調的 紅棕色的這個上班這個 非常適合的成熟的口紅 這樣子就完成了這個上班的開會的妝容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今天介紹的這六顆顏色的色號呢 我都會放在下方 這六顆呢真的是我精挑細選 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看 而且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上班上課都可以擦的妝容跟顏色 一開始忘記講到 就是他們家眼影本身的質地 不管是因為我剛才有用到 就是有大顆亮粉的質地 然後也有這個 就是帶有一點點微珠光的質地 我都有用到 那不管它的質地是哪一個呢 我覺得擦起來的那個綿滑感都非常好 大家可以去 因為它的專櫃就是一整排 一個大正方形裡面有超多顆顏色 你都可以去摸摸看 我覺得他們家的粉質呢非常的綿滑 然後刷上的感覺呢也是非常的好 好啦那這六個顏色呢就推薦給大家 那假如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影片按讚喔 那假如你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呢 請記得一定要滑到下方 訂閱我的頻道 也記得關注我的社群平台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見囉 掰掰 我這個高領毛現在已經在飆喊了 因為我現在關窗戶 現在房間超級無敵熱